師傅說起中國 我們香港位處於廣東省那邊 大家都知道廣東省有一個國家的政策 推出了一個大灣區 九個市、九個區 再加兩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和澳門正正就是這兩個特別行政區 澳門的運程或者它的命運 我遲些再問你 大師傅我想請教大灣區 在2020年或往後的年數 它的發展是否真的如我們中央 覺得發展一日千里 當然你問我 我在風水方面去分析 可能有一些其他領域的分析會否有出入呢 我不敢說 如果你說看大灣區的格局 大灣區 你看成其實我們整個廣東省的 所謂珠江三角洲 畫一個圈的地帶 是 如果這樣看法 你要了解我們廣東省的山水流向 是 我們整個廣東省最主要是有三條河 分別東江、北江、西江 這幾條河的匯聚點 下到我們珠江口 跟我們香港有很密切關係 如果這樣看法 河流 西江由西向東流 然後轉南流 北江又更加 北江向南流 東江由東向西 然後再轉南流 其實幾條河匯埋之後 都是向南走的 好了 來九魂 是 來九魂 九魂我們講一些寧静的 是 如果你原空你學過的話 我們所謂寧静的意思是 正神是主旺 是實地 所以論虛實 你可以說虛實 靈神是虛的 正神是實的 所謂叫正神實的話 我現在講八魂 八魂是近卦 近卦就是東北 東北是實地 西南見水 那些龍革 配合到 就會和 是 好了 剛才我講九魂 九魂就是尼掛主 主正神 北面就是實地 是 誒 講錯了 尼掛就是南 尼掛 尼掛是南面 南面主正神 主實地 北面主靈神 零掛是水 你可以這樣說 是虛的 你看回廣東 是否調轉了 格局 我們是南面有水 北面有山 九魂應該要怎樣 北面有水 南面有山 所以 大灣區的格局 有少少 大氣候 大氣候 未必配合到 當然 有個別城市 個別城市 意思是 這是廣東省的大局局 另一個個別城市 北面有水的地方 北面有水的地方 河都會有兩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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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岸有南岸 是 相對呢 南岸那邊 會發展好一點 哦 南岸會發展好一點 OK 那為什麼 接下來 我不知道講不講得多了 我又講回香港的格局 是 我們有九龍有香港 是 九龍呢 北面是實地 是 南面是水 是 香港島 當然我們看 香港島的北面 嗯 南面是實地 北面是水 是 正常來講 我們在九龍來講 香港島的北區 即是中環 灣仔 銅鑼灣 一路打下去 去到西環 那些大全部 應該合那個寧靜 哦 咦 那就好 我舉個例子一下 下一集有時間 再講詳細一點 這件事 如果你剛剛問到我 大灣區那些 就說 大氣候 有少許不太適合 但個別城市 真的要有流神 嗯 OK 好 剛剛師傅 其實就講講九魂 正正就是 中國的命運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九魂 我聽坊間也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想我下一集的時間 我會請教師傅 就是究竟什麼九魂 師傅 OK 那下一集 我再請教楊鍾瑜師傅 好 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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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